这次出生在巴基斯坦的小女婴夏娜 一场大洪水冲毁了她的家园 2010年7月巴基斯坦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水患 大洪水卷走了1600人的生命 以及600万人的家园与毕生财产 下纳的遭遇台湾的正眼法师听到 也因此促成了慈祭在巴基斯坦发放组合床架的姻缘 它可以防地气的渗透 不会让身体造成不舒服的地方 组合床架不但帮助巴基斯坦受灾的乡亲 提升住的品质 更成为慈祭国际救援史上全新的第一步 大爱全记录 夏娜的婴儿床 巴基斯坦赈灾计时 巴基斯坦是一个出现在世界政治地图上 还不到70年的国家 而这个世界第25大经济体距离台湾也并不远 巴基斯坦就位在南亚 南平阿拉伯海 它的东北西三面 分别与印度中国阿富汗和伊朗为林 依据它独特的地理位置 巴基斯坦正努力地将自己建设成为 连接中亚和南亚 沟通西亚和东亚的能源走廊 不过天灾总是来得又快又急 2010年7月底 年平均降雨300公里的巴基斯坦 却在几天之内就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造成1600人死亡 600万人无家可归 受灾面积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超过10个台湾岛大 联合国的专家评估 即使花上5年 巴基斯坦恐怕也无法完成重建工程 慈激人经过了三个月的审慎评估 与密集规划后 在10月抵达了巴基斯坦 并且责定南部的信德省 为定点重点的救灾对象 在第一批次的震灾中 发放了香鸡饭和环保毛毯 加汇6800户的乡亲 2011年的农历年间 当大家都还正在享受团圆假期时 第二批次的震灾团 被齐了10个货柜的物资 带着无限的爱 跨越了政治 种族 宗教 国界和肤色的隔阂 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 这是慈激赈灾团 抵达巴基斯坦的第一个早晨 阳光耀眼 但冷风刺骨 正好体会春寒料鞘的滋味 我们今天主要行程就是要去做场地勘察 我们的发放跟包装的场地 在马克里镇 大概车长多久 三个小时 要三个小时左右 今天好一点 今天因为礼拜天不堵车 平常堵车大概多加30分钟 从首都克拉茨到马格里镇 约120公里 沿途路况不佳 国际赈灾经验丰富的慈激志工陈金发 希望赈灾团能尽早抵达 但仍耐心地提醒驾驶 不要求快 但求安全 马基斯坦长期因为领土纠纷 宗教 政党冲突等问题 国内治安不稳定 常传出暴动 所以在赈灾团车队前方 都有武装警察负责开道 与保护大家的安全 与赈灾团一同奔驰在这条国道上的车辆 几乎每部都装饰得五彩缤纷 据说这是因为南亚人从远古时期 就习惯装饰他们行走在丝路上的交通工具 骆驼 遥想昔日丝路 一头头披挂花布的骆驼摇晃踏步 明示今日国道 一台台文采华丝的车辆蛇行奔驰 韶光四溅却缤纷如洗 不过这里的驾驶习惯踩油门按喇叭 让赈灾团员一路上都充满视觉与听觉的震撼 三小时颠簸的车辰后 赈灾团抵达了玛格里镇的体育场 在进行场地勘察时 大家注意到体育场外 有如村落般聚落的数十顶帐篷 这个地方应该还是一个帐篷区 那么表示说 他们现在还没有回到他们这些地方区 那现在到底他们 这些人现在在什么 大家再问一下 后面这个就是我们要花花布 这次要花布 床板 帐篷布的地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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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手在体育场的军人表示 水灾发生后 曾经有两千顶帐篷在此 半年过去了 仍有四十顶留着 看到的这些小朋友 其实感触很深 生活在这么困固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救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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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帐篷里的 虽然未必都是水灾的受害者 但都是长期贫病的老人儿童 与无法得到工作机会的女性 四十顶帐篷 四十顶帐篷 却已经能够反映巴基斯坦 医疗条件欠缺的窘况 巴基斯坦有一亿八千万人口 医疗单位不到一万三千所 平均每一万四千人才有一所医疗单位 为了更深入了解当地的医疗条件 震灾团特地来到了企业家 马基德先生所创办的诊所 今天 侍逢诊所一诊与粮食发放 许多妇女带着孩子耐心等候 他们都是长期受到马基德照顾的 平病百姓 我们每天天 总共有两千人 所以 做两千人 一天很难 这两千户生活困难的百姓 每个月都可以领到二十公斤面粉 与一公斤的食用油 而为了让保守的妇女 方便就医 诊所还聘有女性医师 专门进行妇科方面的诊疗 她是医师那兴 每周工作五天 每天看诊十二小时 但固定工时之外 每周日 娜欣都放弃休假 到诊所参与议诊 在狭小的看诊间里 求诊妇女络绎不绝 让娜欣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但是她却非常珍惜自己 能有绝大多数女性 所没有的工作机会 在开阔的诊所广场上 妇女们得到食物与医疗 终于稍微欢欣微笑 跟着来的孩子 好奇地围着慈禧之宫 学唱着来自远方的歌曲 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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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绕在这里的歌声 笑声 欢呼声 也同样地 在另一个广场回荡 这里是县府办公处 超过50个村落的村长们 聚集在广场上 等候这次发放的讯息 你们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也是你們的朋友 我们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是我们的兄弟 AKA… 麻烈 lot 透过志工亚瑟夫的翻译 村长们对于这趟远方朋友带来的物资 好奇极了 这套检疫组合式睡床的构想 是由正研法师在921地震之后所提出 其后经过12年的持续研发 曾在海地震灾时作为组合屋的地板 这次组合成睡床发放 不但是慈祭在国际救援史上 第一次以床为发放的物资 更代表了正研法师对于受灾相亲的用心与尊重 只是一念不忍心 不忍心他们 其地而睡的 所以我们用了这一分心 让他们看到 也让他们能体会到 实在是我们的诚意也是很重 对受灾相亲来说 水患过去已经半年了 面对的仍然是几乎从零开始的人生 而对慈祭志工来说 这趟以简易组合式睡床作为发放物资 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与尝试 当货柜车平安抵达发放现场后 志工们也准备开始面对超越事前沙盘推演的全新挑战 这个刚刚好有十二个切壳 到时候是重板跟横板 直向跟横向它的一种交错 一个上下的交错 它是陈明璐 从事家具业至今已经有三十年经验 望着这套即将首次启用的床组家具 陈明璐的神情就像望着自己的孩子 一个货柜目前是有五百床的床板 包括它的长边材短边材连接材 还有一个是另外单独一个货柜它是塑料环布 包括它的配件 那你看环布都在这里 这边环布有九千六百套 那我们这四个货柜里面总共有四千两百个床架 后面大概后天会再来 十一个货柜总共有九千六百床 这九千六百套床组 由正研法师指示美国志工开模制作 在2010年12月底 从美国分装二十一个货柜 分两批经海运抵达巴基斯坦 对于这套简易式组合睡床 志工们都充满信心 但是该怎么把它们从货柜车上卸下来 却让大家伤气脑筋 原来问题出在卸货用的堆高机 我们本来是在台湾都是一大一小 然后就直接上货柜上面了 结果他们这边的堆高机是 是一台要在卡车上面 然后还用卡车做成那个货柜的卸柜台 而且那个卡车又是要定位 然后又要架高 到货柜的平板等高之后 那一台才可以进去卸 货卸得慢 打包进度严重落后 志工们陷入苦思 堆高机则是陷入沙坑 近五十分气温飙升 堆高机终究被晒红的志工 与已功代正的在地志工们取代 本来要是我们有堆高机 但是因为这个整个场地 它这个离沙漠性的堵持 堆高机在上面连过以后 它就整个线下去 就工作反而没办法掌控 用这个人力 原始人力来搬应的话 直接让我们可以掌控得完 为了在天黑前赶上预定完成的进度 志工们分成多组展开写货 打包 场地清理 与发放动线规划等各项工作 这条什么 现在这条线没有出来 这条先出来 用这条线好吗 对对对 往中心点这条 这条 这几米 这十二嘛 这两个 这两个 这边 十二十四 这一边进来的村 车辆放在这里 从这里进去 坐在这一边 所以花的时候是两条线下来 这边这样 这边再有三个花旺线 领河就出去 这边领河就这样出去 这样您知道吗 调好的动线规划 是发放顺畅的重要关键 以谦和的态度 进行沟通 则是慈激志工 能够超越各种隔阂的基本素养 随着完成打包的床组 越来越多 总算舒缓了志工们 因为担心首日发放量不足 而紧绷的情绪 结束体育场中打包的工作 志工们赶着从玛格里镇 返回克拉池 路途上 车潮一样涌挤 威胁的喇叭声中 隐约传来祈祷颂乐 警车开道 通过层层关卡 气氛依旧紧张 但天顶下的旋乐 微笑祝福着发放一切顺利 现在画面上您所看到的是 运载着名为 Challa Challa牧草的货车 大爱全纪路的团队 我们就是跟着货车 来到了以种植甘蔗和牧草为主的 哈吉苏库村 一位16岁的男孩阿里 他在甘蔗田里面 即兴地就唱了一首传统民谣 来欢迎我们 这首歌是很多当地人 从小唱到大的 诉说的就是从小伴随着 他们长大的大洪水 哈吉苏库村的村长表示 2010年的洪水 造成了全村的损失 将近有100万美金 1500年前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 以毒龙 恶兽 枯血 其中 来描述印度河 千年过去了 印度河水依旧团集 原本洪范旗过后的尸土 是沿河居民赖以为生的 耕种沃土 但是这场大洪水 没有留下肥沃的土壤 反而是冲走了一切 2010年7月底 巴基斯坦发生近80年来 最为严重的洪灾 起因是西部的贝禄之省 连日豪大雨引发水患 之后贯穿巴基斯坦的印度河 载着激奔的大水 向南方的阿拉伯海流去 所近之处泛滥成灾 造成巴基斯坦受灾地区广大 其中又以南部的新德省 灾况最为严重 有种人的灾状 一种灾状 几个小时之间 在鲜山上的大市场 在鲜山上 鲜山上 几三个人 包括一位政府公司 和几个人更多 状态 像这样的情况是在任何时刻 尤其是在这时刻的危机 对 Pakistan人们的 有很多草莓的草莓 在全世界的草莓 但没有这样的草莓 这种草莓 是这么大 这么多人 在这么多地方 在这么多需要 二千多万人要撤退到哪里去啊 真的实在是 心灵啊 那样的 那样的不舍 那样的难熬 真的是也同样的苦不堪 我们在平安的地方啊 是不是也应该啊 应该提出啦 同体大悲 八月初 慈激功德会成立了 巴基斯坦水患赈灾专案 并在八月十一号 开始对灾情进行搜集整理 评估救援方案的可能性 这一天也正是 二零一零年 全球穆斯林 摘戒约的开始 在大水肆虐的磨难中 巴基斯坦全国超过一亿七千万的伊斯兰教徒 与全世界十五亿亿的穆斯林 一同进入克制物欲 洗涤心灵的摘戒约 十月底 巴基斯坦各地的积水下降 但是 十月入冬之后的气温也开始奏降 巴基斯坦冬季气温趋近于摄氏零度 考量寿灾乡亲 在寒冬中如何温饱的问题 慈激备妥了环保毛毯 香鸡饭 净水碗 与净水器等物资 从台湾装货柜海运前往巴基斯坦 第一梯的振灾团 也抵达了南部信德省塔塔县 进行勘灾与发放准备 物资虽然有限 但承载的却是全球慈激人无限的爱心 这样的爱能超越各种界限 让人轻易感受 他是亚瑟夫 从巴基斯坦到台湾定居经商 将近20年 在故乡遭遇水患后 亚瑟夫主动联络慈激 自愿担任资灾团的翻译 与发放志工 我台湾看到台风来 第一站来台湾 第一面就是司机马上过去 帮忙人家 亚瑟夫在台湾看到的这一切 在故乡巴基斯坦也发生了 11月初 慈激第一梯资灾团 在塔塔县苏加瓦镇的堂场 完成了首次发放 让寒冬中的受灾乡亲 免于哀恶受冻 因不舍互相同胞受苦 实际参与资灾后 让亚瑟夫体会到付出无所求的欢喜 因不舍互相同胞受苦 实际参与资灾后 让亚瑟夫体会到付出无所求的欢喜 三个月后 时序已经跨进了新的年度 2011年2月初 亚瑟夫再度加入慈激赈灾团的行列 回到了巴基斯坦 这是发放检疫式组合睡床的首日 慈激赈灾团 预计在这一天 有将近两千位乡亲 前来领取这项物资 在乡亲抵达之前 志工们把握时间 进行场地布置 阳光下 打包好的睡床 整齐排放 熠熠生辉 将睡床打包成长条状 是为了让乡亲领取方便 为了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 志工们开始 将睡床组装起来 以供展示 撕开塑胶板 再将长短边 如堆积木般的交叠 就能组装成一张 简易式的睡床 但是这看来 轻巧方便的床 究竟够不够坚固耐用 慈激赈工陈进发本身 从事相关行业 他以专业的角度 审慎评估这张床的承载度 我以前是做瓦铃纸箱的 所以这个眼里是跟瓦铃纸箱一样 瓦铃纸箱本身是用牛皮纸做的 它这个是一个塑胶板 塑胶板联合起来 所有的眼里都是跟瓦铃纸箱一样 它所能够承载的重量是相当的大 对志工来说 这张植地轻巧 再重量大的睡床 是此际无数赈灾经验的累积 更是细腻心思的表现 上千位乡亲陆续抵达 由以公代正的在地之工 引导坐定 大家好奇的眼光 始终离不开这群 来自异乡的人与物 需要你给我完成 而你给我打开 让我勇气被打 台湾的我们的会长 马斯的阵员 知道了你们受尽痛苦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担心 非常挂念着你们的安全 在前面展示的 这个就是最新 前世线最新的一个组合的床 就是要送给各位 每一户一套 祝你啊 祝你啊 祝 谢谢 以床为发放物资 是祠季在国际救援史上的第一次 希望能改善 受灾相亲的生活品质 让水患后 几乎一无所有的他们 能够脱离 睡卧泥地上的苦 拥有好的睡眠品质 才能续保能量 面对未来 他们真正的需要什么 实际上就送了那种白鞋 那我们的志工当然就抱着 很快希望把这些东西 能够让他们拿回去 能够很快地 睡在这个舒舒服的床上 而不是睡在地上 在发放动线上 依序前进的乡亲 像是一条流动的河 而被乡亲 肩扛头顶带走的床 则像是航行于河上的扁舟 这些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随其中的一夜扁舟 黄浮泉来到了邻近的村落 今天早上我们刚好第一次发放了 然后也跟着他们一起来拜访他们 然后来看看这些物资他们会不会使用 然后也看看说这些物资对他们帮助有多大 因为水灾过后房子我们看到前面都倒下来了 所以他们就搬到外面这边来住 那当然所有的家里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现场可以看到的 剩下几个棉被几件衣服 然后他们就是吃的也在这里住的也在这里 然后当然这个床更不用讲了 就是只有睡在这个地上这样子 然后这个下雨来都不晓得要怎么办 这是亚朗河的家 残破不堪的强柱 瘦弱多病的孩子 是巴基斯坦绝大多数农户家中的写照 但其实这还算是幸运的 因为亚朗河家没有被大水冲走 他们根本没有一个房间 所谓的房间 全部都睡在户外 里面完全是囤积东西而已 所以今天如果能够有一个床的话 他们会更舒服一点 亚朗河想要使用全新的睡床 但却不清楚该如何组装 围观一旁的邻居人人都有领导 每双眼里也都流露出相同的渴望 黄浮泉决定一边示范 一边邀请大家一同动手组装睡床 大人们被长期苦难的生活折腾得累了 放下重担寺的立刻躺在床上享受 一 二 三 四 五 年幼的孩子本来还有点害羞 但终究忍不住好奇爬上床来 我跟他们一起睡 他们都是我的小孩 好舒服哦 能够跟我们的相亲睡在同一个床 而且是这么舒服的床 乡亲们过惯了苦日子 对新床十分满意 黄浮泉常年参与震灾 躺在这张床上更有另一般体会 其实今天早上看到他们来领悟吃 其实还有一点疑惑了 他们不晓得他们要大概会领些什么东西 然后现在来到他们的住所了 我们也把床给铺上了 然后看到他们的微笑 其实你看我们在旁边一直听到他们的笑声 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得到自己人的爱 那种安慰感 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 OK 哦 起床了 哦 起床了 哦 睡宝了 这是在大水灾后才出生的小女婴夏娜 照片中的她那时候才刚满15天 就这样洪水过后夏娜的家被大水冲走了 她的父母亲一无所有 所以也只能够用几块布包着夏娜 让她躺在潮湿的泥地上 夏娜的这张照片远在台湾的正眼法师看到了 上人极为不忍不舍 开始思索 该如何来帮助他们 因为这股悲心 进而促成了慈祭在巴基斯坦 发放组合式的床架 这种床架呢 它设计成了蜂窝形的组合 纸料清 而且收纳的时候很扎实 组合快速又很方便运输 在泥土地上放上了这个床架呢 乡亲就能够有一个干燥而且干净的床了 组合式床架的研发 不但帮助乡亲提升住的品质 更成为慈祭国际救援史上全新的一步 2011年2月 巴基斯坦辞计第二梯次的赈灾团 以检疫组合式睡床作为物资 连续四天在塔塔县玛格里镇 进行大型发放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成为我们帮助 所有台湾人们 在發放過程中 志工們因為鄉親的喜悅而快樂 在下鄉家訪時 志工們又因為鄉親們的貧困而心疼 感覺怎麼樣 你看我們的東西在那邊 回到五十年前 以前五十年前就是這樣子 對啊 真的是看到就會覺得滿心酸的 十歲以前住的房子現在居然在這邊又看到了 巴基斯坦鄉下艱苦的環境 很像台灣早期農村 正午日曬下的高溫 則一如南台灣的炎炎夏日 鄉親們本來就習慣群聚喝茶聊天 簡易睡床的板材包有空氣 坐我舒適 所以更受到鄉親喜愛 他們在這裡實在太棒了 在台灣看不會煎得這麼需要 來這裡看 對 這個跟台灣那個草席差不多 台灣草席也很涼 應該不會很熱 應該不會很熱 它的材質非常好 就是第一防水 它的堅韌度比一般的塑膠都還要強 它比較不容易脆化 那在這邊可以跟這個地氣隔離 它可以防地氣的滲透 床組除了防水 清便的材質更適合搬運 這是為了因應 以前常被稱之為百年一遇的天災 但現在大規模的天災 在世界各地幾乎是說來就來 三十年來 接觸不少家具的陳明露 由衷讚嘆 這真是一項適合震災的產品 我需要需求的地方也太多了 那可能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一個很好的產品之後 也可以搭配其他的慈善團體 救災團體 共同來推展這個東西 問他們晚上是不是睡在這個上面 只要鄉親完成睡床的組裝 圍觀的孩子們大多立刻蜂擁而上 在床上盡情地打滾玩耍 這不禁讓人想起 出生時連床都沒有的小女嬰下那 過十一年 2010年10月底 慈激之公第一次見到了出生才十五天的夏娜 當時夏娜的家被大水沖走 一家人在以木棍撐起的帳篷裡過日子 而帐篷里的床 就是水退后潮湿泥泥的土地 夏娜一家人无奈的境遇 促使了慈祭人 在巴基斯坦发放睡床 如今再见到了长大一些的夏娜 她的家仍旧是木棍撑起的帐篷 大人们在帐篷下蹲坐愁苦 两个好不容易拾回的箱子 就是他们的全部家的 卡欣望着箱子内装奶粉的空塑胶袋 思索的仍旧是今天 能不能赚到钱 让家人不挨饿 如果实在饿得慌 大家就只能喝水 因为水不要钱 但是水值如何 就不是卡欣考量的范围 我已经有很多东西 我还有家,我还有所有东西 但是现在水已经来到这里 所以所有东西都被破坏了 所有东西都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没有... 如果我在这里工作,我会吃 如果一天我工作,我的家庭不会吃 我们只是苦,每天都会苦 卡欣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工作机会 即使是只能赚取日薪450卢比 换算成台币还不到170元的零工 再远,他都愿意去 因为这样的工作不是天天都有 他会做钱,每天400-500元 每天? 每天? 是的 每天? 是的 是 是 现在 每天都是更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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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有大问题 这一天 雌劑赐災团完成了在巴基斯坦的发放工作 发放一结束,居然遇上了一场大雨 每天早上上人都希望我们要代表他 以及全球慈祭人至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 谢谢 在雨中 慈祭征灾团感恩近十天来 在体育场内负责维安的军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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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停后 慈祭人带着最后三十三组睡床来到了夏娜的家 为夏娜也为夏娜家周遭的邻居组装起睡床 来 换另外这个把它组起来 你们这在想要离别了 名字吧 蛤 这在想要离别了 好 你下去了 强迫 对 也会更老啦 吃宫们把睡床铺在帐篷里 奶奶 又用塑胶布披在帐篷外遮风挡雨 夏娜的家从此有了新天地 夏娜的奶奶望着这群仿佛在变魔法的异乡人 躺在床上瞪大了眼睛 久久无法置信 夏娜的邻居们更是不理解 为什么忽然间得到了一份大礼 志工们都说这是夏娜带来的 志工们心疼这个生于水患 落地时只能躺在泥地上的孩子 但也同时加会了她的邻居 一起来领受来自千里外的祝福 而夏娜呢 夏娜与父母亲去了哪里呢 Lif hacen 感知啊 因为他妈妈 妈是团kur 责緣 嗯 应该他是很远的地方 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呀 他没有钱啊 他带小baby 带去那个 缺forward 這次啊,叫做悠者的學情 很可憐 原來夏娜的父親卡欣 得到了一份為期一個月的工作 為了賺取總共6000魯比 大約2000台幣的月薪 他帶著妻女步行三個小時 到這塊甘蔗田幫忙採收 理了法的卡欣看起來著急拖了 而因為暫時有了穩定的收入 也讓他與太太對未來充滿希望 更何況聽說家裡 還多了一張漂亮、耐用的新床 因為要在甘蔗田裡住上一個月 卡欣還沒有回過家看過新床 但在聽到志工亞瑟夫的描述後 卡欣開心極了 舉起夏娜猛心 彷彿正在說 親愛的夏娜 爸爸終於能讓你吃飽 讓你睡床了 擁有一張床 雖然不是活著所必須的要件 但能夠在一無所有之後 獲得了一件身外物 卻是巴基斯坦的鄉親們 在洪澇過後內心的渴望 而這份渴望慈濟人感受到了 雖然災後的土地百孔千瘡 但是慈濟人從最基本的需求關心起 百姓安頓好睡覺的問題後 自然能夠重建生活秩序 跟著慈濟人震災的身影 我們也才了解到 震災原來也可以做得這麼細微 天災無情 人間有愛 不管是因為全球聯繫不斷增強 帶來了全球化 或者因為溫室效應帶來了地球暖化 全人類早就已經無權選擇 必然得要休期與共了 一方受災 他方遲緣 我們期待創傷早日迷平 更祈禱天下無災無難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